今天上午由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和安省省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加拿大研究与创新合作论坛在多伦多市中心召开 来自中国的一百多位企业家代表参与了论坛 与安省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代表共同探索中家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方向 今天召开的论坛上安省研究与创新厅厅长莫维利首先致开幕词 他表示研究与创新不仅是安省也是整个加拿大经济发展的未来 中家两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强烈的合作愿望 他期待通过这样的论坛与中国在科技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王雪根是此次参会的中国代表之一 在上午的论坛过后 他还代表自己的企业与安省的五家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的合作洽谈 我是从事生命科学 那么安大六省在生命科学里面应该说也是有相当多的科研成果 我们也希望安大六省的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 特别是一些创新创业型的公司能跟我们合作 共同去开拓中国的广大的生命科学相关产业的市场 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在这地方发现一些好的公司 我们也有相应的基金共同的合作 我们也可以投资表 我们也希望我们安大六省的科技公司 来到我们中国去创新创业 共同实现商业化 通过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和安省政府 共同搭建的这样一个合作论坛 王雪根将与安省企业广泛接触 而通过一对一的洽谈 他会筛选出务实合作的伙伴 进一步深入推进合作 他表示这样的方式非常高效和便捷 来自河南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代表赵俊博表示 他已经是第二次参与该论坛了 正因为通过上一届的论坛 已经达成了合作项目 所以这次他对于双方的合作更加期待 安省在加拿大来讲 它是医疗科技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 已经占据了全国非常重要的一些份额 我们也知道 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医疗科技 很多都出于安大略省 所以我们也是奔着这个方面过来的 想在医疗科技方面 更多的与这方面 与安省展开有效的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 中国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薛斌总领事表示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 中加两国的科技合作大有可为 中国现在实行科技创新发展 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有很广泛的广大的市场和资金和技术 安大略省呢 有先进的科学技术 双方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薛斌总领事特别提到 今年9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首次访华 中加两国之间的青年科学家交流项目 也将启动 双方合作将有更良好的政治基础 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在神经科学 在水处理 在干细胞 在其他一些方面 都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因为加拿大在不仅是一个资源大神 也是一个知识和人才的一个宝库 我想我们今后还会要 有能找到更多更好的一些合作机会 本次论坛将为期三天 这是加拿大国际电视台 CCCTV记者发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